护家庄老庄主护荣 把舅爷带给的这封书信 派侯健送到了住家庄 什么内容呢 这封信 人家小姐护士三娘提出来 不是住家庄住标 要娶护三娘做媳妇吗 咱们比试比试 较量较量 如果住标能把护三娘胜了 这门亲事就定了 住饶凤接到这封信之后 是设宴款待了这位侯管家 又赏了侯管家二十两黄金 把管家打发走了 他这才把小子房张力 和金石茂公徐璐找到了跟前 你们看这事怎么办 老住嘲讽在心里边 也说出是个什么滋味的 他又高兴不是吗 还怪紧张的 高兴的是 姑娘很主动 提这么个条件并不高 他紧张什么呢 我儿子住标能打得过顾三娘吗 这丫头可厉害 听说好几个老师教的 光暗器就好几路 如果说借着比武结亲为名 庞昌一下他一标 要把我儿子打死怎么办呢 媳妇没说成 还拐走儿子 这都没准啊 当场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住朝更会武艺 他知道这练武人的厉害 那要是一疏忽 就许出人命啊 两个军事一听都热了 老庄主你放心吧 不能了 可就得看咱们三公子的了 是不是胜得了人家 如果要胜不了 咱赶快给人写封回信 这门心事就算拉倒了 那把三公子叫来 商量商量不行吗 太可以了 这一叫住标 好住龙住虎都跟来 哥杂子们一听什么 比武接亲 哎呦这赏声 我说兄弟 你可得把他赢了 你要是赢了胡三娘 他可就是我们的兄弟媳妇 你要赢不了他 那不单给咱住这庄 摘着牌子丢人 我们哥俩都替你害臊 是不是咱三人一块上了 嗨 干嘛呀 大唇架呀 主标微微一干冷笑 呵呵呵 父兄 请犯宽心了 如果胜别人 我可能是夸狼爷说大话 胡三娘 我们是一块长起来 小时候还在一块玩呢 我知道他老师不少 十几岁以后就各练各的功 从此就邻居高大墙了 再回不比则已 只要是一比试 那他就是咱们住家的人了 死边言罗主朝凤 手脸胡须看着自己的三儿子 那是眼着看心的爱 哼 这句话说的多好 二娘 你可别忘了 没有梧桐树 引不了凤凰来呀 你就是老服装中的这棵梧桐树 无论如何 得叫凤凰落在这儿 你可别是一棵臭乡村 那人家拐着弯就飞过去了 祝龙祝虎都乐了 老爹爹 您说的可真妙 您就放心吧 我家三弟 那是一只猛虎一般 剩别人正像他自己说 好像是狼言大话 那护士三娘 能为再大本领再高 再有名识团兽 他不过也是一个女流之辈 三流出头 两节春衣 他能跟我兄弟 禀驾齐驱 而相提并露道 俺家三弟 虽不是那齐男子大丈夫 也比得张快大豆腐 老三不飘 这么一群大哥 你这什么词啊 这什么时候 我比试呢 最好后天 不行 三弟 你得把日子撑长着点 暖打日子 咱们尽还钱 为什么 腾出几天功夫 咱们哥仅在快好好练练 这种临阵魔枪 无量也光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你可别吃得太饱了 撑着 别吃得不足 您再饿着 睡觉不能太多 睡着迷迷糊糊 睡觉不能太少 充满一辆阵 您先没精神了 好这门亲事 把祝师父子给遮掌熟了 就要定后天 在教军长 你说祝契庄厉害不厉害 就这么一个祝契庄的庄主 他自己有叫真强 到了正日子 还不难看乱乱的 乡亲们都可以来 祝契庄方圆五百里 几乎都呼扔动 什么 护家庄的小姐 一丈亲护三娘 要嫁给杜彪 是真的吗 哎哟 这些事大伙 公开不敢议论 都偷偷的回家去嘀咕 这可太可惜了 可惜了 这位好姑娘 要母亲有母亲 要掌情有掌情 要文财有文财 要武艺有武艺 你说人家多好 这座鲜花 怎么能忘牛屎上插 住标住龙住虎 这发送的什么东西 老护龙是不是老糊涂了 那他那哥哥护成护摇生干什么去 不是说他还有一个很聪明的教教吗 都不给孩子出个主意呀 姑娘不懂什么 大人也不明白 咱就在住地装根住着 故土难离 没办法 受多大欺负 就得在这忍着 我要有故事兄妹那本事 拼了命 我也不能嫁给差 他算是个什么呀 你小点事 要让住员外家里的人知道了 可就有不对 这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耳目 咱们都是人家的辩护 不过咱们这事看不公了 这不是叫咱看热闹吗 咱就去看看得了 话又说回来了 是一物有一主 有爱孙猴 有爱八戒的 猪不见玩老雕 什么人玩什么鸟 没准这门亲事还许成了 既然叫咱去看去 咱就带着干领早点去 就这么大胆 十里八分 三十里五十里 把个十里都来了 还有头天晚上赶来的 在住的庄主亲住店的 第二天一早 这人就拥向了叫军场 男男女老老少少 扶老的 抱小的 妈大的的 我有各自找各自的地方 叫军场里里外外 坐满的人是人山人海呀 陈时左右就听一声 当火响 中虎两庄大门敞开了 从杜家庄走出来的是住家父子 他父亲死灭 阎罗 祝朝凤都亲自出动 当然他就来看看来了 不咱看看 他已经告诉了他的军事 悄悄的 上护记庄 跟老护荣 园外说了一声 咱们这可是比武接亲 意思就是 咱别玩命 我儿子不能下主手 你女儿也得客气点 他们别的不担心 就担心 护士三娘的案情 所以定下一条 不许使用慢戏 不是比武吗 长拳短打 马不见弓刀石 刀枪棍棒 什么都可以用 老护荣答应了 这两家一进去叫军场 看热闹的 那眼睛都忙不过来了 不知道看哪个好了 就看注标这玩 呵 注标今天一早 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打扮 头上戴一顶太子金坤 二龙窦宝 顶门献珍珠 光滑月眼 智觉脑虎飘洒 身穿宿龙袍 虎心宝尽兵盘大手 在胸前这么一挂 大龙骨骨骨彩骨骨骨骨骨 战区 跨下粉定不容军 手使方天脊 在他安桥下偷偷的 藏着一支走线流星锤 不是不许动暗器吗 要怎么住家父子差劲 在他马的两个旁边 站着四个马骨 小一斤端的半 怀里头抱着钢道 再往这边看 护三娘已经呸挂整齐 双刀在手 大家一看护士三娘 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 这姑娘本来就不大爱笑 马旁边站着四个丫头 母的芭蕉 海长勺药 转怕包头 手提宝剑 随着这一声落下 护三娘和助标 拔往前都一催脑 马头一接马头的时候 护士三娘刷 只得了指线画地 把双刀分开 助标把方年画起 往鞍筹上这么一笑 他瞪眼这么一瞅 护三娘啊 心里机灵打了个冷战 助家庄跟护家庄离得不远 小时会儿俩人常常在一块玩 那叫凉小无猜青梅竹马 这一会儿可有个六七年没见 人家那么大的姑娘没事找他干嘛 他倒想见护三娘 也看不着 今儿就是第一次见面 哎哟 助标这么一瞅 护三娘长得这么漂亮了 哎哟 这可真是女大师 拉面越变越好看啊 什么沉云落雁之荣 碧月羞花之貌 好看的姑娘 助三公子见了不少 还没看起个像护三娘似的 三娘这么美 怎么会把助标给美的心里打了个机灵呢 哎 是助三娘把那柳梅忘记 这么一粒性眼云争 那眼光像宝剑的剑剑似的 也不是怎么就像扎了他一下子 助标暗笑着自己的名字 助小三儿助小三儿 就是你可无论如何得大胜了 你要让护三娘给打败了 当着这么多的人 不当着脸皮没地方放 而且以后这日子还不好过 话说回来了 过什么日子 人家就不嫁你了 你让人家给遭人能嫁你 想到这会儿他把方天主帮 铁灵扇怎么一横 双拳一抱 前妹别来无恙 今日兄妹交锋 请贤妹你手下留情 护士三娘把头微微点了点 常言说得好 当场不让步 请你撒马过来 哎呀 助标咱们一听这鸭头厉害 连个三哥都没叫 你也太不客气了你 我刚才这句话 那是一句客草话 真要打呀 你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先妹 承让了 啪 这小虎一窗盘盘头 俩脚踹蹬什么 哗啦 这马宗尾一炸 往前一抢步 他噗咕咕 走方天底 照着护三娘就策来 护三娘不慌不忙 用索索的刀 往外怎么一封 右脚一踹蹬啪 往外一削坐下嘛 两人二马盘旋就打起来 这俩人倒没怎样 您再看那看台上那祝龙祝虎 站起来了 眉毛立场 眼睛弩着 攥着拳头 连耳朵都跟着使劲 他们恨不得 不过三五回合 夸 我三弟兄一起 就把护三娘挑于马下 然后我往被花枪吹吹打 把护三娘接近我们的住家庄 老三啊 你可得冒劲啊 此时战场上两匹战法腾空 是真诚滚滚 看那高光其影 你来我往 越杀越紧张 越杀越厉害 两个人是越杀越越精神 两个人催震鼓就响起来 祝龙一听这边这鼓声 没人家护去庄 那鼓声打得响 他吞吞吞起步 由台上跑下来 由打鼓手的手里头 把鼓箭子接过来 就那鼓唇了 干嘛 他打 越敲越实际 敲漏了 换面鼓 继续敲啊 再看战场上 这时候已经八十几个回合过去了 护士三娘 上战场时候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气零出 免不耕涩 连把刀 刀速 不乱 再看注标 现在这击法就有点发散了 他两眼有点发花 脚着绑根发酸 眼前也不是怎么直冒心心 注标一想 这个不行 这家族的功夫感情这么厉害 要战了十几个回合呀 主标更烧不了了 他就看虎三娘手里头 已经不是两口刀了 是四口六口八口 他的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都是日月龙碰刀 哎呦 您再看注标这模样 那大汗多的霹零霹零顺 脸上放下直掉 那太子金官已经歪来了 楼海带开了 智晋灵有一阁跑前面来 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穿了旁边 把肩绳这么一带 这把一切子就跳出了圈外 哇 奔东南角就败下去了 他那俩胳膊助龙助虎一看 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 完了 这门亲事算吹了 咱俩人仔细一看 不对 我们老三要用走线流星锤 打虎三娘打得好 宁可这媳妇咱不娶了 今儿也把这丫头打得口吐奸邪 要不然咱住这庄的威风就竖起来 你说这俩家多坏 他该使这儿个劲 虎三娘还先追了去了 这一下 他哥哥护城护腰声站起来 送付捉案 看着他妹妹 他想张手把妹妹喊回来 不能追 看他这一败 明明是大败 护城就有点生气了 你们事先跟我们说的挺清楚 不许动暗器 要讲动暗器 恐怕六个注标 也就叫我妹妹给打了 我妹妹没使暗器 不但没使 什么都没带 难道今天你注标要想动暗器吗 你要用暗器把我妹妹赢了 这个心呢 是永远难成 这时候护三娘就追上去 渡标安桥下的那个锤呀 姑娘护三娘早就看起来 渡标还讲怎么回事呢 他满别人去 那姑娘的眼睛就厉害 他那一打败 护三娘就明白 他要使锤打我 我看看你那锤 到底长得厉害 仰看是越追越近 马头斜马尾 马尾接马头 眼看着手尾相连了 指尖注标 一抬锤 把方前起挂到 咬灵魂得胜沟上 游打安桥下 就把那锤低了出来 他把牙关这么一咬 来了 西游望远 一回头 搜 这锤直奔护三娘的胸锅就打了 护三娘不慌不慌 用左手的钢刀望外 这么一挑这锤头 砰 那锤 嘀溜 一个流海撒金钱 又回去了 胳膊主不要吓坏 眼看那锤就把自己探阳穴来 杜小三一想 这要怎么的 我自己给我自己看他了 不好 他这么一闪身 那锤啪了一下 整打在他那左肩头上 差点在绑鼓给他砸断 哎哟 疼得他这么一叫 胡三娘这功夫把右手刀 往左手这么一跤 探背方 砰子一下 就把注标的后脖领子给抓住 勇敢安桥城 就把他低了起来了 这姑娘多得力气 那叫一百多斤大活人呐 单背网一提 来了个太公教育 把注标给逼了到半城空 一斗手啪啪 就给摔地下了 哟哟 您再看这教军场部 就热闹起来了 掌声笑声 响成了一团啊 助去装这么厉害 助三公子打败了 谁敢乐 这可没办法 因为今儿是鼻鼓接亲 这是个喜新日子 而且三公子叫人家 有马上给扔下来了 谁也憋不住地笑 你是拦住不了啊 至于助家父子脸上什么模样 那就没人管了 助标躺的地下起不来了 摔昏了 没有 他害臊了 这我怎么忘记爬呀 啊 我有什么俩回助庄 我算计怎么也能把一丈行 虎三两给赢了 原来这丫头 手狠心毒 今天他连一点都不让 看来他跟我没什么心思 多明白 人跟你有什么心思 助标一想 干脆我死了嘛 他坐起来了 一条腿跪在地上 单腿大牵 左手由肋下摁灯黄 嘎唐参观了 把宝剑抽出来 硬剑往脖子上这么一搭 他也不知道哪边是食嗓 哪边是气嗓 管他哪边的 就抹吧 他顺着右肩往左抹 抹没抹呀 要抹 还没人抹 这时候 虎三娘摆马圈回来了 突然回来 正好两个人是目光相对 护士三娘 噗 冲着助标 乐了 就这一笑啊 可不知道这威力有多大 说书人 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到底多大威力 助标不死了 他这宝剑就停在肩膀上 护士三娘啊 把助标给乐糊涂了 怎么从我笑来 哎呀 这一笑啊 这笑里边可包含着多少种感情啊 也有多少种笑 有眉看眼笑 红堂大笑 斜肩产笑 复制一笑 五十步笑百步 一笑置之 笑里藏刀 笑逐言开 笑容可惧 雅然失笑 一笑大方 护士三娘 这儿冲助标这一笑 这属于是哪种笑啊 助标想起来了 因为他研究过美人图 他想起一辈古人来 这人叫包子 千金难乃一笑 护士三娘 真是那笑 和包子笑的一样 比包子笑的还美 看来呀 这是有意许嫁于我 我不死了 这场敌武结亲 就这么就算完了 住家的人回到庄里之后 你瞧一个个那形象的 子弟言罗助朝风 愁得是纯心笨足 那助龙助虎 还声叹气 咬牙切齿 可是有些人偷眼 一观察这个助小三啊 他倒没什么事 比这个比武之前呢 更加乐呵乐 这谁也没明白 助龙助虎要跟他玩命 我说 你撇着那张脸还乐什么呀 我那催阵骨 都把骨皮打破了 你会输个人家了 助标冷笑了一声 二位兄长 你们知道什么呀 护士三娘 是咱家的人了 解析日起 那就是您的弟妹了 助龙助虎瞅了瞅的 你别跟我这脸皮跟鞋底子似的了 还这吹呢 人家从马上把你扔下来了 不扔下我的能行吗 我难道能从马上把它扔下去吗 那么大哥姑娘 那好看 我那是假意乍erman 那那是啥人家 那是我跟他闹着玩的 他怎么把你揪住的 我要不忘钱 救火救火 他够得着我吗 看着众目睽睽 人家从马上把你扔下来了 不管怎么样 您就瞧好吧 瞧什么好啊 继续让咱们的军事去提亲 哎哟哎哟哎哟 助龙助虎一咧嘴啊 我真受不了啊 老三啊 我看咱家这脸酣皮厚 可就属你了 二位兄长 你们没看见 护士三娘冲我笑 这句话差点把这俩鼻子给气外了 啊 我们能看得见吗 离那么老远 我们远是眼呢 这一笑里边是迈迈寒情 他已经告诉我 这亲事算成了 哦 那敢听好了 老三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叫天机不可泄露 这算什么天机 赶快回禀老妇之道 然后好请咱的张军事过去提亲 这张力又来了 小子房张力再到护士庄一打听 人家姑娘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了呢 到旧傅家去了 上落凤托了 比武完了之后 老护荣这么一看不好 住家处死 新独手狠 今天在人亭广众之中 摘了这么个大跟头 这脸算丢尽了 你说他没俩来提亲了吗 也不一定 我看这个事情啊 还是躲避躲避好 金元麦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说让姑娘在我那儿 住个一年二载的 这个方也就算刮过去了 就完了 人不带了 上旧傅那儿去了 你还追了去啊 就这么办 所以金元麦把姑娘给带走了 带着落风托 这天呢 护士三娘 行为采烈 领着几个小丫鬟出来玩一玩 打几只张草野鹿什么的 打着打着累了 小姐下来休息休息 连打在肩吃点东西 就在这工夫 小丫鬟海棠啊 没看住这匹桃花马 这马毛了 这马往镇子里头 咱们一跑 正好碰上石千 在这酒馆里喝酒 这才引起这场争端 把石千给抓进来 金元麦在几天前 接到了解账 护士庄老庄主 护士庄一封信 说杜家庄 正在操演人马 要打梁山 老胡蓉呢 为了圆拳圆拳这个面子 说当时啊 比武接亲 那事做得有点太耿了 可是也怪不得姑娘 为了打在圆牌呢 就请金元麦 早点把姑娘送回来 拼扣住家庄的调遣 别的不行 当个瓦前先锋还可以吧 同时在信上嘱咐金元麦 耳目灵活一点 要能把梁山的人抓住了一半个 那住家庄的住嘲讽 就更为喜出望外浪 所以啊 金元麦想把石千 用秋车押送住去抓 旧事把姑娘也送回去 一掌听虎三娘乖回去 在这还呆出感情来了 这舅舅舅母 也不渴望回脸呢 今儿个那丫鬟小海棠啊 就跟石千叨咕了这些事 你说这小丫鬟这嘴多勤愧 把石千给听得正乐 哦 原来是这么大个事啊 那你能不能把我的膀上松开 我去见进你们这位老夫人呢 小海棠去那可不行 我哪敢给你松开啊 不要紧张 咱们都自己人 丫鬟小嘴一军 谁跟你是自己人 你见我们老夫人干嘛 我给你们这姑娘提提亲的 刚说完这句话 老夫人打外边进来了 小海棠 你在跟谁说话呀 哎呀老夫人 我可什么也没说呀 这不是吗 我们小姐抓住了一个人 老夫人看了看石千 石千瞅瞅老夫人 石千心说有点门 这老太太生的慈眉善目 一看就知道这个好人 哎呀老太太 您别卡的 我也不能站起来给您行礼 您看哎我这捆着呢 请问壮士 你尊姓大名 家乡哪里呀 啊 我得慢慢跟您说 哎我说这位丫鬟姐 你给老太太找个座 海棠这气 你是谁呀你知是我 人家没理着 搬了个座 老夫人还真坐这 哎我跟您这么说的了 我是大名府的人 我经验呢 这石千可真能揍我 他还真把老太太给揍住了 大名府姓燕 我跟你打听一人 你可知道 哎老夫人 有名便知 无名不小啊 您说这位是谁吧 此位家督大名府 姓卢教卢尊义 人称玉琪麟 还认识 太认识了 那是我们的圆外 不但认识 而且满有交情 最近听说 卢圆外打了官司了 被驱含冤 说是她的甘儿 燕青闹了东京便凉 把卢圆外 为辞给绑进了发场 胡说胡说 没这么回事 人家那太太平平的可好了 您知道那燕青是谁吗 是谁呀 那是我兄弟 哦 那您叫什么名字 我家燕红 有红有青啊 哎呦呀 老夫人站起来 快给壮士松绑 小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快过来把石家的绑绳给松开 鼓掌早活动了活动麻麻劲 她真想打遍了灵妖一纵身 跳到院里去喊一声 老太太 谢谢您松绑之恩 咱们再会了 石家一想别这么办 那多对不起人啊 满灯干吧 反正那姑娘不能再来了 来了有老太太在这儿 也没关系 她的椅子往前搬了呗 要坐这儿 石家跟老夫人就聊开篇了 老夫人也半亲半疑的 因为燕青的根底 老夫人知道点 看石家这样 真是亲兄弟 石家说的有鼻子有眼 小包吃小鱼 有头有尾 把燕青的为人模样长上去 简直的身上长了几颗雾子 她都给说出来了 老太太真信了 确实是弟兄 这都太详细了 那当然呢 这才分手两天半 老夫人让丫鬟 给石家准备酒饭 要在这儿好好 管带管带股上走 老夫人走了 石家一个人在这儿喝 喝了几盅酒 她越琢磨越不思维 我跟人家生不熟 面不熟的 紧在这儿喝什么呀 正在这公分 莲蓉一条 小海棠进来 她干嘛来了 把石家的白巴囊 都有一点刀送来了 这就把石家给乐坏了 哎呀 太谢谢你了 你坐这儿喝一杯吧 海棠的脸一红 摇摇头出去了 石家一看你走了 我也走吧 跳出后窗翻转墙 就听鼓通一声 哎呀 鼓上走 又掉进了梅花坑